你上大学之后 才发现高冷的冰山学姐 是你的游戏搭子 最近学姐的生日快到了 你一天来到蛋糕店 取走生日蛋糕 再带上亲手缝制的汉服 放在礼盒内 做完这一切 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思索了下 终于想到了 是惊喜啊 就这样去见学姐 太单调了 一定要给她惊喜才行 想到这儿 你没去敲六号寺的房门 而去了隔壁敲门 真明最近也搬过来了 很快她揉着心虎碎眼 见到你一愣 小学弟 你怎么来了呀 哎呀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还带吃的来看我 我多过意不去 年老头 真学姐 这是给姚学姐 准备的生日礼物 姚姚生日 我怎么不知道 哦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姚姚的生日呢 哈哈 行了 知道你不知道了 你叹气 学姐这两年 到底是咋过来的呀 东西先放证明这边 镜头一切 来到姚欣 或是门口 敲敲门 学姐 你在吗 没反应 手机上发了一条消息 学姐 你在家吗 很快答复 不在家 你眼前一亮 这不正好布置吗 看不就藏进 写进房间好了 门没有锁 推门之前失去口气 也得消紧张 如果是以前 你是不可能进来的 但现在都成了男女朋友 进一下女朋友的房间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里面的布置非常朴素 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台电脑 这就是 随体办公的地方吗 接下来不是房间 气球 横幅 小爷灯什么的 都给准备上 另一边 江城一颗大雪 姚欣闺蜜 冷漏雪 做了一束茶厅店喝茶 冷漏雪恋无语 瑶瑶 今天你过生日 就带我喝茶 她淡然道 喝茶不好吗 她就喜欢那种 什么都不做 欣赏风景 微微吹风的感觉 所以呢 你的生日 就准备这么过去 就这样也挺好的 心想 现在这个时间 学弟应该刚刚下课吧 出来跟闺蜜聊天 回去后 就能见到小学弟了 冷漏雪忍不住道 你怎么满脸相思啊 有吗 有 我可是神经科的实习医生 神经科还研究心理吗 不研究 但我看得出来 你的相思 已经写在脸上了 等她回到家属楼的时候 看到了她的沙发上 睡着的你 坐在身边 安安静静看着 睡一梦隆中 你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睁开眼 看见是学姐 没有躺过原位 而是躺在学姐腿上 竟然在一起的第一天 就在躺你腿上一样 她伸手手 放着你头上 轻轻抚摸 对女孩子来说 看着自己喜欢的男生 她的腿上摸着头发 会有一种满足的情绪 大概就是那种 这个男孩是属于她的感觉 一种浓浓的安全感 你小声道 学姐 你腿好软 大冰山蛋蛋道 你再耍流氓 对啊 我在耍流氓 说完又躺了一会儿 不过并没有躺多久 就起身 自个奋勇 学姐 我来做晚饭 好 过生日 吃学弟做的饭 也挺不错 没多久 你从厨房 端出三盘菜来 又从冰箱中 拿出一个大盘子 看到生日蛋糕的那一刻 姚西彻底愣住 似乎想说什么 又想问什么 那千言万语到嘴边的时候 反而说不出口了 一眼惊讶 你怎么知道 今天是我 嘿嘿 一笑 身份证啊 学姐 去桃圆镇坐高铁的时候 我要了你身份证 姚西上墨片 可踩两个小声道 谢谢你 不用谢 学姐 对了 你来试试看 这类鸡汤怎么样 上次我就没做好 这次不知道有没有进步 姚西摇头 我喜欢吃什么 不是由味道决定 而是由人 她喜欢吃妈妈做的鸡汤 是因为那是妈妈做的 喜欢吃你做的饭 那是因为做饭的人是你 要许个愿望吗 她摇头 直接想拆蛋糕 许姐 一年只过一次生日 还是许一个吧 依旧摇头 向谁许愿呢 不得你回答 但难道 一起向天许愿 我更愿意向你许愿 说完 闭上眼睛思考 她不知道愿望能不能实现 看的不是运气 更不是老天爷的安排 连生日都是小学弟 帮她庆祝的 那么能实现她愿望的人 从始至终都是小学弟 既然如此 何必还向天祈祷呢 天不会心软 但你会 那位属于她心软的神 此刻就站在面前 既然是愿望 那我自私一些 应该也没问题吧 那么 我希望小凡学弟 能够一直一直喜欢我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一定比靠近 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一种特殊感情 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我心里的秘密 是我好像喜欢了你 睁开眼就对上了你的视线 你好奇 学姐 你取了什么愿望呀 说出来就不灵了 哦 继续吃饭 突然烧机铃声响起 接下来一看 发现是妈妈打来的 瑶瑶啊 今天是你生日 晚上吃了什么话没说完 就看到了坐在桌旁 正经微作的你 你有点拘谨 那个 哎呀好 哎呀是小凡啊 你在陪瑶瑶过生日 是的阿姨 欢迎光落 徐姐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瑶瑶切齿 臭小子 我家大白菜 就是被你给拱了 接下来 你和瑶瑶妈舅舅聊了很多事情 还提到了不少 你小时候的糗事 比如小时候 你小一喜欢让你穿女装的事 让瑶瑶都忍不住不吃一笑 我也想看你穿女装 你连忙摇头 不 学姐 你不想 我想 不 你不想 她歪歪头 那公平几件 我男装你女装 学姐 女装的事日后再谈 我先去洗碗了哈 要摇双手撑了下巴 两只脚要晃来晃去 心情倒是真的很不错 接着回到房间 想休息一下 可刚打开灯 就看到房间内 挂着一个横幅 祝 瑶瑶学姐 18岁生日快乐 桌上还摆着一个礼盒 打开后是一件 印着古缝图案的汉服 说实话不太好看 手工痕践很足 联想到小学弟之前 手上贴满各种冲可贴的样子 她忽然明白过来了 换上后 在镜子前转了两圈 脸上露出满意笑容 原来小学弟 早就知道是她的生日 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接着换一下汉服叠好 放弃礼盒 再拍了一张 上传道朋友圈 配文 21岁 索性有你 一共是三张照片 汉服的照片 礼盒的照片 以及生日蛋糕 至于她穿汉服的照片 并没有发到朋友圈上 而是打开和你的聊天界面 将这独一无二的 单发给了你 另一边 你说的消息 哇塞 好开心 而且仙女学姐 还发到朋友圈 好夜 静文 有兴奋的睡不着了 当天晚上 江大笑话的朋友圈配文 就传备了这个学校 大家都真心麻了 索性有你 有谁 高龙笑话这是有对象了 要公开的 到底是那个小子 那么幸运 第二天 你带着黑眼圈起床 昨晚太激动了 腰腰关心 又熬夜了 学姐 我昨天太高兴了 没有睡着 文言 他轻轻适应 你在面前坐下 给黑眼圈上 涂了点化妆品 很快 眼圈消失不见 你走得升级 准备上课 可这会儿 妖精突然站起来 等等 我陪你 话刚落 你脸色一红 学姐的意思是 陪我去上课 你不愿意吗 愿意愿意 好夜 这下不困了 整个人生才一夜 路上 妖精面有表情听见到 以后少熬夜 换客会影响保研 你要要投 我不保研 也不考研 为什么 要要皱眉 他有自信 在他的帮助下 你肯定能够保研 难道不愿意成为 更优秀的人吗 学姐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要成为更好的人吗 为了 见识更多的事情 是 也不是 你要投 我们一步步向上爬 到硕士博士 都是为了竞争 更好的工作岗位 可我不喜欢职场 鳄鱼我诈 那不适合我 我只想 安安静静的写小说 这样一个个故事 描述给更多人看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 最适合我的工作 为什么 还浪费时间 跟别人竞争 所谓的保研名额呢 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妖精看了你眼 小学弟有自己的想法 会选择自己适合的道路 他也会尊重对方的想法 很快 到了教室 时间上你肯定是迟到了 解释道 那个教授 我说我拉肚子了 您相信吗 丽一副教授就这么盯着 我都要看看 你倒是还能变出什么借口 可此时 一个倩盈走进教室 语气平淡 他确实身体不舒服 这下总是震惊 这不是笑话吗 为什么吹在我们班 丽一副客说一声 小悠啊 有事吗 蹭客 这下大家是感慨啊 有个好哥哥就是好 等等 哥哥哥屁啦 你大平常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因为 对方是老实的弟弟 就照顾着这种程度 这俩八成有事 有大事 接下来很多男生 也没啥心思上课了 但只有一个人 最开始震惊了一会儿 很快就恢复正常 人人学习了 那就是龙笑笑 这俩人能走到一起 他虽然震惊 但觉得是情理之中 况且如今他已经错过了你 那你跟谁恋爱 就跟他没关系了 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 不能因为错过了一个人 就放弃自己原本追求的事情啊